如果我不说,你们知道哪扇门才是真的吗? 这几天有时候很多人被困在这张地图里面 名字起得有点随意,但无伤大雅 开局是个小的密室房间,前面会刷出道具 从M4开始,倒手雷为一个循环 我们只要减一个循环的物资,就可以过关了 第一关的开关,藏在了不起眼电灯泡上 而且非常小,不注意根本看不到 打爆之后,卷链门就会开启 而第二关,左右两侧都囚禁丧尸 总共有八只 你们是不是以为,击杀所有丧尸,门就会开了 并不是啊,他们是无限复活的 这关的开关,藏在不起眼的角落 而这间密室的开关,在花盆后面 需要靠近才能击爆 开启卷链门后,就能看到12扇门 但只有最后一扇是真的 我们只要在所有木箱上踩一遍 就可以开门进入下一关 这关的开关,藏在数字底部 位置也是相当刁钻 所以看出坐着的老六程度 而眼前这个密道,就更炸裂了 按照前几关的尿性 你们是不是会低头仔细观察 开关藏在树的哪个位置 大哥,这么多树叶,眼睛都看瞎了 实际上,直接打爆这堵墙就可以了 而下一关的开关藏在树上 仔细看就能发现 上电梯后,打爆两侧镜子 开启卷链门 往柜子后面走一圈就行了 没错,和以往的解密图不一样 这次不单单是打开关 还存在了触碰玩法 下一关击杀三个丧尸 饮料机就会挪动 而这关的开关藏在了台灯上 到这里就比较难了 一般人根本想不到 我们需要靠近电视自雷 但无需担心 血烂后的离谱 这样一来 就能炸开电视后的开关了 这次需要击杀下方丧尸 不知不觉门就开了 然后是 沙发底下的开关 贴近看不到 拉远视角才能看到 上楼之后 击杀丧尸 再往杂物堆里面走一圈 就可以下来进入密室 此时到最后一关 第一个房间需要在画上面走一圈 而第二个房间 需要碰到树上面的铁板 第三个房间是 碰到椰子树旁边的花盆 最后一个房间 在电视和画上面走一圈 这样就能过关了 是不是非常烧闹